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小程序的一个前后端连条 让我们在页面里面直接去获出我们数据库里面的数据 然后在这边展示一个BGM的列表进行一个循环 那么在此之前我们先来测试一下 我们数据库中的一些歌曲能不能成功的播放 如何去测试呢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可以随便拷贝一个 拷贝一个MP3 拷贝一个MP3之后呢 参照我们之前在做一个头上的时候 我们直接在浏览器里面去打开就可以了 我们在这里面敲上8081 敲上8081 然后呢把我们这个相对的路径拷贝过去吧 回车 可以看到 拷贝过去之后呢 我们现在这个音乐是已经可以展示出来 并且是一个这样的播放器 你可以在里面去点击这个按钮可以播放 好OK那么这样子说明我们的这个相对路径在数据库中的配置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就来做一个连条 首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是一样定义一个me 把this付给me 然后在这里我们就需要开始做我们的一个wx.request去请求我们的后端 那么这个代码是非常简单 我们直接和之前一样我们复制一下 然后把一些我们不需要的拿掉 好OK这边呢我们是显示一个前等待 然后这里是一个把我们全局的serverurl拿出来 另外这里是请求我们的后端的一个接口路径 是bgmlist 我们没有参数 所以把这些都拿掉 method是poster head是默认值 然后请求过后之后我们把这个res呢在这里进行一个入制的打印 我们看一下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打印完之后我们把这个loading给隐藏 好OK 现在是我们已经写完这样子的一个初步的一个代码 然后我们点击controlls保存一下 重新编译 好OK 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调试器 可以看到现在的数据已经请求过来 那么可以看到现在我们请求过来的这一段数据这里有一个data 并且它是一个长度为5的一个array 对吧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可以进行一个 一会儿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出来 放到我们的前端页面 让它去进行一个循环 好然后我们再来继续编码 我们可以在这个成功的地方呢 去这样子写 我们可以定义一个bgmlist 等于is.data.data ok吧 这就是我们一个bgmlist 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bgmlist呢 放到我们的整个data里面去 进行一个数据绑定 所以说我们在一开始呢 在这里是需要定义一个为空的一个数据 然后在这里我们把me写上 me.setdata 然后把这个bgmlist 我们复制给它 这样子就ok了 那么这样子ok之后呢 我们的一个前端就可以进行一个循环 那么循环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block 我们来写一下 使用block我们是需要注意 在循环的时候 我们在里面是需要写的是一个wx 冒号for 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一个for循环 然后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bgmlist bgm 然后循环的话 我们把下面这一段代码 尝到这里面去 把里面一些没用的给拿掉 首先我们这个封面图是没有的吧 封面图没有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歌曲名字 我们就是item.name 另外还有作者就是item.auth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src src的话是一个item.path 是我们的相对路径 另外我们是需要注意的 这个仅仅是一个相对路径 那么我们需要把这个附上 我们给它一个src 就是我们定义的src 我们可以在这边写一下 然后在这个地方给它负一个值 ok吧 我们在这边再写一下src src ok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面已经是把这五首背景音乐 全部都已经进行了一个循环 并且进行了一个展示对吧 然后我们把下面的这些之前写好的一些死的一个数据 我们全部都拿掉 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 ok吧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一个连条过后一个音频的一个展现 那么在这里我们这个歌曲的名字太长了 所以这个边显示会有一点问题 那么显示会有问题 那么我们如何去解决呢 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呢 就是在我们后台录入我们这个歌曲名字的时候 加一个控制 说我们不用输入太长的名字 不然的话 在这边显示会有一点不太好看 另外一种方式呢 我们就是在这里呢 加一个style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外置 并且呢我们设置是300px 这个时候我们再重新的保存边理看一下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它这边的效果会非常的不错 它直接会把过长的一个歌曲名字 以一个三个点的形式点点点来进行一个隐藏 那么说明这种方式还是可行的 然后我们这边的一个列表已经全部展示了 我们来听一下效果 可以看到这些歌曲都可以播放 说明我们这个没有问题 另外这边我们还是需要加上我们的一个itemid 因为这个id是需要和我们后端进行一个联台的时候 需要去传过去的 OK 那么这一块就是我们BGM的一个列表的展示 我已经发展了一张